大家好 我们栽种石壶有很多种方法 一种是用兰花质量 一种是用水苔 还有一种是用这种木板 这种木板的话就非常的特别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如何用木板来栽种这个石壶 我们用木板来栽种石壶 需要准备的东西不多 第一个就是线 第二个就是木板 第三个就是水苔 还有一个就是杀菌药 最重要的一个 你必须有一颗石壶 大家看一下 我这颗石壶是从老苗这里长出来了 打算给它分下来 再种到木板上 我们使用这些水苔 必须要用杀菌药代色猛军 来给它杀菌消毒 对上清水之后 给它浸泡15分钟 然后将这些水分碾干 就可以了 有点湿润的状态 那么接下来 先把这个石壶给它分下来 我们在把这个石壶的芽分下来之前 最好给它控一下水 把这个根系有点控得发软 那么在操作过程中 就不会容易折断它的这个根系 我们先给它多晃动一下 让它的连接点自然脱落 实在脱不下来 我们就拿刀给它切一下 这样就分下来了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分这个石壶下来 大家要注意一些要点 也就是这个石壶的根 不要给它长得太长 大概有3到5厘米 就可以给它分下来了 太长的话 这些根缺乏养分 就会干枯 我们最好在这个伤口上面 涂抹一点这种杀菌药 避免这个伤口出现细菌的感染 接下来我们先在这个木板上垫上少部分水苔 因为用这些水苔的目的 就是要给它保湿 不然的话 它这个根很容易会干枯 就直接把它贴上去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是要保护好它的根 要再给它包上一圈 包好之后 接下来就是用这个绳子给它捆起来 这个水苔的话 我们可以多放一点 少放一点都没有关系 大家看这样就完成了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方便 而且养出来这个效果非常的特别 这样我们处理好之后 就可以把它吊起来 或者是直接靠到墙边养护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方便 而且把它挂到仪缸的上面 让更加的好 因为仪缸上面它的水气更加的充足 这样的话有力的生长 好了 这就是用木板种植石壶的一些简单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